小说 丹武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2061-2080章 丹武双绝 第2061章 蓝星 足说 你为什么不去帮助秦明 连遇见到秦明独自把毒膜引开 对着连元着急地说道 这 连元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难道说 我的第一任务是保护你 秦明虽然是天才 但又不是他的亲人 他凭什么放弃保护自己的亲人 去帮助外人 哪怕秦明再天才 又能如何 看连元为难的样子 连遇也猜到对方在想什么 对方是在担忧自己的安慰 想劝一劝对方 但远处秦明和毒膜都已经消失不见 现在就算去追 也多半赶不上了 无奈 连遇只能如此 走吧 我们回伯墨城 连遇有些生气道 他们已经提前约好 要是碰到危险 几人走失了 就在博墨城碰头 望着秦明离开的远方 连元心中叹了一口气 秦明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又深受米复风 希望他不会有事 两人如同霓虹一般 飞翔在天空 一前一后 秦明回望身后 毒膜铁丘离他越来越近 难道真要变成怪物啊 秦明心中拿不定注意 刚刚的战斗 已经很直白地告诉秦明 他不是对方的对手 现在就算再战一场 自己也不是对方的对手 胶镜与蛇镜差太多了 哪怕他在蛇镜无敌 也是一样打不过胶镜强者 想到自己要变身 秦明心中很不甘 一旦对变身成了依赖 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想着变身解决 一旦变身的次数过多 剩血中的凶性就会增加到不可收拾的底 不 可能连预清丹都压制不住 到时候 他要么直接变成怪物 要么直接生死 秦明 你跑不掉的 看着越来越近的距离 铁丘大笑道 他现在 已经把秦明当成了同等级的对手 看来不变身不行了 感觉到距离已经极静 秦明叹了一口气 一旦被缠住 再想撤离 根本不可能 这里距离各大城池都很远 他不可能一直逃到城池内 忽然 就在秦明下定决心时 他注意到一个山洞 这山洞 似乎是什么元兽挖出来的 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生成 秦明不再犹豫 直直地对着山洞内冲去 哪里跑 见到秦明 似乎已经慌不着路 铁丘大喜 So 来到山洞前 秦明想也没想就冲了进去 进去之后才发现 这洞很窄 并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秦明不管其他 朝着里面急飞 有一头元兽 似乎感觉到他进来 思明着从洞中冲出 找死 见到挡在前面的大蛇 秦明直接一拳轰去 把元兽轰成烂泥 而后继续前进 那元兽 也许看他同时蛇籍 以为好欺负 哪里又知道 秦明虽然武道境界在蛇籍 可他是圣血舞者 又修炼了威夷挪不到支援剂 不管是速度 还是力量 都不是普通蛇籍舞者能比的 杀死元兽之后 又飞了一小会 就到了山洞尽头 他无路可逃了 而这时候 铁丘不慌不忙地一步一步往里面走 似乎秦明已经是他手心里的一盘菜了 单舞双绝 第2062章 咋就行了 进来山洞之后 铁丘稍微一感应 就知道这是一个封闭的山洞 再仔细观察一番 就知道 这是一头元兽挖掘出来的山洞 这种山洞 往往是没有第二个出口的 山壁极其坚硬 想要靠人挖开 不知道要花费多长时间 秦明进去之后 就相当于被困在里面了 看来秦明虽然天才 但战斗经验还是太差 也是 他虽然是天才 但毕竟年轻 有如此战斗经验 有如此胆气 已经很难得了 现在慌不择路 把自己逼到死地 也是正常 铁丘一步一步 先前走着 在这个过程中 他恢复刚刚损失的元气 甚至他还从空间戒指中 拿出了两颗丹药吞服 虽然把秦明堵在了绝地 但铁丘还是打起十二分精神 全力以赴 就算杀一位同等级的强者 他都没有这么认真过 真是不知所谓 对我们毒魔来说 不通风的地方 正是放毒的好地方 不知道你服用的解毒单 还能帮你多长时间 说着 铁丘已经聚集体内的元气 往洞穴中放毒了 刚刚的毒 对秦明没有效果 那么现在呢 一边放毒 一边往里面走 就算他不小心 把秦明放出来了 碰到这些毒 秦明照样会被打扫毒翻 这种毒 只有完美交集解毒单 才能解除 他就不信了 秦明有珍贵的完美解毒单 铁丘是不知道秦明真正的身份 以及蓝成对他的传言 要是知道 就不会指望用毒 毒死秦明了 毒对一个拥有无数万 没解毒单的舞者来说 一点用都没有 何况秦明本来就不畏惧毒 见到铁丘自信满满 秦明心中一动 他能不能在对方口中 套点画出来呢 若是在外面 对方肯定不会说 毒魔都是这样 想让对方开口 哪怕是用世界上最残酷的酷刑 都没有任何用处 他们从身体到精神 都似乎被毒魔洗脑一般 但若是对方自愿说出来 那可就不同了 若是能知道 一处毒魔的据点 我承认是我运气不好 要是这个煽动是通的 你肯定拦不住我 见到铁丘一步一步走来 越来越近 秦明沮丧地说道 他垂头丧气 似乎已经任命一般 见到秦明的模样 铁丘更高兴了 哈哈 就算是通的 你也不可能 逃脱我的手掌心 你夜晚生存的经验 太不足了 难道不知道 该如何判断一处洞穴 有没有另外一条通道吗 这里连风都没有 显然这里是毒死的 真是愚蠢 铁丘一副教诲的模样 哈哈大笑 说到最后 他满脸嘲讽 文言 秦明装作契机 你以为我不知道辨人 可我有时间吗 你随时都可能追过来 就算我发现 洞口只有一个 我也没时间冲出去了 听到秦明的话 铁丘略微一想 还真是这样 他一直跟着秦明 根本不给对方 离开自己视线的机会 进了洞 他谨慎的性格 让他对陌生的环境 观察了一番 这才让秦明跑远 单舞双绝 第2063章 陈家 若是这个洞 有两个出口 他一定会继续往前追 根本不给秦明逃脱的机会 我不懂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 我们无冤无仇 你放我一条生路好吗 秦明故意哀求到 我有很多很多原始 只要你放了我 这些原始我都给你 听到秦明可怜的求饶声 铁丘摇头到杀了你 手上的原始 一样是我的 我随身带的原始不多 只要你不杀我 放我出去 我就把我所有的原始 都给你 秦明脸上满是焦急 除此之外 我在博墨城有店铺 只要你放了我 博墨城的店铺也归你 还有我平时藏起来的原始 都给你 秦明尽量地表现出 自己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也没有反抗的勇气 一心求放过 这样 对方才会认为自己胜券在握 才会放开对他的警惕 才有可能得到想要的情报 果然 听到秦明求饶的条件 看着秦明真心求饶的模样 铁丘似乎放心了不少 原始我很喜欢 但你太重要了 不管给多少原始 我都不会放你走 铁丘摇头道 文言 秦明面如死灰 我不该在女人面前表现 若是我不表现自己 第一时间逃跑 肯定能成功逃脱 我现在搞不懂 你为什么要杀我 就因为我认出 你们是毒魔 我能不能加入你们势力 若是我加入成为毒魔 那么你不是就能对我放心了吗 铁丘摇了摇头可惜了 以你的天赋 若是能成为毒魔 一定能有一番作为 但我 闷毒魔 所有的舞者 都是从小培养的 不会接受外来舞者的投诚 哪怕你再强 天赋再好 也是一样 似乎感觉自己 没有一丝生存的机会 秦明绝望地软瘫在地 我错了 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会成英雄 我最后只有一个疑惑 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我侮辱你们住地了吗 看到秦明身上一点战意都没有 铁丘心中更是放心 现在 他已经把这里放满了毒 就算他不动手 毒也会慢慢地飘过去 秦明死定了 也是 他是焦急强者 而对方只是蛇焦舞者 一位焦急舞者 诚心想杀一位蛇级舞者 还从来没有失败过 哪怕秦明再添财 也是一样 从古至今都没有那个蛇级舞者 能够越级挑战焦急舞者 而战胜的 驻地 铁丘摇头笑到这里不是我们驻地 只是你运气不好 刚好撞到我了 若是 你把杀我手下 就算碰到你们 我也不会动手 我知道了 秦明恍然大悟道 原来你们是办完事情 而后回驻地 那群毒魔 是在等你一起 聪明 铁丘笑到可惜你不是我们的人 若你是我手下 我一定会好好重用 得到肯定的回答 秦明忽然笑了 他已经知道 毒魔的驻地在哪里了 毒魔灭了迭兰门之后 四散而走 各个方向都有 但只有一个方向是正确的 丹舞双绝 第2064章 蓝城秦明 那么 是哪个方向呢 答案就是 他们恰好追踪的这个方向 那群毒魔 正等着自己领头人 一起回驻地 随着那个方向 仔细地寻找 一定能找到对方驻地 也是 每一次行动 就会增加一分暴露的风险 他是在毒魔行动之后 立马就感到 对方还没来得及隐藏 所以 得到的情报最多 再结合铁丘现在的话 秦明心中有了十成的把握 这一次出去之后 一定能找到毒魔驻地 好了 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 你可以去死了 得到想要的答案 秦明也没有 再继续伪装 他站起身 若无其事地 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你在套我话 看到秦明的模样 铁丘瞬间便反应过来 不错 秦明点头 多谢你的忠告 若不是你透露的情报 想要找到你们驻地 几乎是不可能 漫无目的 没有方向的寻找 几乎不可能找到对方 看着秦明镇定自若 铁丘现在分不清 到底秦明现在说的是真的 还是伪装的 你以为这样说 就能逃得性命吗 不可能 现在我们这个距离 哪怕有龙极强者进洞 我都有时间杀你 铁丘从空间戒指中 又拿出一把长剑 目光充满杀气秦明 你逃不掉的 只要杀了你 你了解的情报 都没有任何意义 你不清楚我们的强大 我相信不久之后 独魔将会占领整个天龙世界 谁说我需要帮忙了 秦明淡孝 你以为只有你有底盘吗 有我在 你们独魔没有任何机会捅 治天龙世界 死了这条心吧 大言不惭 虽然表面上对秦明很轻视 但实际上铁丘心中警惕至极 陷入绝地 还能如此坦然 很是不对劲 秦明会不会也有底牌 不可能 他就算有底牌 也没有任何用处 我可是焦急舞者 在焦急舞者中 也是不弱的存在 秦明不管有什么底牌 都不可能打败我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他有把握逃跑 铁丘心中开始警惕秦明的底牌 并暗暗决定 若是不小心让秦明跑了 这一次回驻地之后 马上就换驻地位置 是不是大言不惭 你马上就知道了 秦明自信笑着 对方死定了 从进这个山洞 对方的生死就已经注定 天眼开 忧火 额头上 一只漆黑的眼睛出现 散发着幽暗的光芒 他可以用很多方法使用忧火 但只有额头上这只眼睛 用出的忧火 威力最大 速度最快 能够用到实战中 见到秦明额头上 睁开一只眼睛 铁丘心中一紧 来了 秦明的底牌来了 看来秦明要变身了 他对圣血舞者很了解 圣血舞者 确实能越即战斗 但就算能越即 也只是和对方打平 他一心想逃 拖时间 等到对方变身的时间结束 就是砧板上的肉 只能任人宰割 只是变成怪物而已 你们这些圣血舞者 也只会这一招 铁丘不屑道我告诉你 就算你变身 今天也改变不了死亡的结局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单五双绝 第2065章 认错 是吗 秦明淡笑 额头上的眼睛已经酝酿好攻击 对着铁丘放出了光芒 红中带黑的光线 刚刚出现 山洞中的温度就突然增强 甚至在秦明身旁 坚硬如铁的岩石 承受不了高温 开始泛黑 什么 铁丘感受到极强的心计 无数次生死之战 无数次危机 他都没有过这种心计 精神已经发出了预兆 若是躲不过 这一次他必死无疑 铁丘想也不想 一飞冲天 可他飞不起来 这里是山洞 并且极其狭窄 糟了 铁丘这才知道 秦明为什么要进这个山洞 并不是他慌不择路 而是对方有一张底牌 需要山洞配合 若没有这个山洞 限制他的行动 他一点也不用担心 可现在 铁丘眼中 看着越来越近的光线 惊恐大叫 不要 可惜 他不管如何叫喊 幽火还是不偏不倚的射向他 嘖嘖 幽火穿透铁丘的身体 没发出任何声音 撞在岩石上 才发出难听的声音 死吧 被幽火穿透 铁丘还想着逃跑 朝着身后的洞口急跑 他不跑还好 一跑 光线拦腰 直接把他斩断 铁丘惨叫着 看着自己半边身体直接烧毁 而后 火焰不依不饶地 响着他脑袋袭来 不 惨叫戛然而止 铁丘被烧成了灰烬 呼呼 把铁丘烧死之后 秦明停止了幽火 幽火已经洞穿整个山洞 并想着 遥远的天际飞去 不知道他会飞多远 整个山洞 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似乎受不了幽火的高温 整个山洞 发出难听的滋滋压压声音 要塌了 秦明心中慌乱 手一挥 火焰朝着他涌来 入手心消失不见 火焰消失 声音也是停止 整个山洞不再摇晃 秦明松了一口气 要是他和铁丘战斗没死 却是被石头压死 那就死得太冤枉了 慢慢走到铁丘的身旁 秦明蹲下检查 什么东西都没了 空间戒指被烧毁 铁丘的尸体也被烧了 心血也没流下 幽火和幽火是不同的 秦明在炼化尸体的幽火 温度始终在他控制中 只会让东西炼化 并不会毁灭 而从额头上发出的幽火 只有无与伦比的破坏力 根本不会炼化 铁丘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被幽火烧没 和铁丘战斗了一场 一无所有 可惜 若是能得到 焦急毒魔的心头血 再用幽火炼制 不知道能成为 何种等级的寻魔应符 看来只能杀其他 焦急毒魔了 望着一无所有的地面 秦明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过 并不多么可惜 焦急毒魔的心头血 没了也就没了 这世界有不少焦急毒魔 以后再杀一个就行 若是为了流心头血 而对铁丘留守 那就太傻了 对了 我知道毒魔的铸地 那里 一定还会一直毒魔 秦明心中一动 铁丘的心头血被烧没了 没关系 他不是告诉自己 铸地位置了吗 铸地内 一定会有焦急毒魔 可能数量还不少 丹武双绝 第2066章 静尘家 怎么才能把毒魔铸地 给一锅端了呢 秦明心中思索 让他变身去袭击 首先不说 他能不能对付 一群焦急强者 就算他能对付 对方难道不会跑吗 就为了几份 焦急毒魔心头血 让他变身一次 在床上躺几个月 很不划算 好不容易得到 一个确切的铸地位置 秦明心中想的是 一网打尽 不但要得到 所有的焦急毒魔心头血 连实力低下的毒魔 也一个不能放过 现在想这些没有用处 先把毒魔的铸地 找到再说 毒魔离开的痕迹 随着时间 会消失 越快 就越容易找到毒魔铸地 秦明没有任何犹豫 飞出了山洞 朝着远方急飞 秦明离开之后 有舞者听到 看到这里的动静 结伴来 大哥 这个地方 有一道黑色光芒冲天起 里面一定有宝贝 若是能够找到 我们晋升蛇籍的资源 可就都有了 有一个长着落腮胡子的舞者 对着最前面的持刀舞者说道 持刀舞者兴奋地点头 我们快点 晚了说不定被其他人的去了 我也看到了冲天起的光芒 一定有宝贝 另外一位舞者闻言 急声道那还等什么 赶紧过去 三人连忙赶到事发地点 发现是一个山洞 三人望着狭窄的山洞 有些胆怯 那道光芒 一定是从里面射出来的 可是这里 似乎是一头元兽挖出来的 我们这样进 对方老巢 很有可能有去无回 持刀舞者谨慎道 他经验丰富 常年在野外 这个山洞 他一眼就看出 来 最少是一头天极元兽挖出来的 他们若是贸然进去 很有可能直接撞在对方嘴里 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有人敢 率先进去 虽然宝物重要 可比起宝物 命更加珍贵 若是连命都没有了 再好的宝物 也没有任何用处 老三 你飞起来 到四周打探一番 要是有别的舞者过来 就通知我们 领头持刀舞者 开始分配任务 好 那舞者飞起来 谨慎地观察周围 持刀舞者又对着 落腮胡子舞者道 你 还没等他分配任务 忽然在高空是舞者大声喊道 老大 什么情况 是有人过来了吗 对方强不强 持刀舞者拔出兵器 谨慎以待 不是 舞者摇头道 我也说不清 你上来看看吧 文言 两位舞者同时飞上天空 来到他身旁 到底是什么 朝着对方看的方向看去 持刀舞者看到的是一个大洞 洞笔直 就像是被什么直接洞穿一般 走 我们下去看看 虽然看到的一切 都指向 这是被一位实力强大的舞者 或者实力强大的元兽 弄出来的 但他 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这真的是什么生物啊 能够做到的吗 离得近了 三人感觉到一股高温向他们袭来 这高温是从岩石中散发出来的 持刀舞者 用手摸了摸焦黑的岩石 直接缩了回来 这 这温度居然可以融化岩石 这个洞 不会是被烧出来的吧 龙镜强者的一击 这么恐怖吗 丹舞双绝第2067章 都受了重伤 秦明顺着线索 没多久就找到独魔驻地 不管他走往哪个方向 碰到哪个舞者 寻魔应符都震个不停 确定了前方正是独魔驻地 不太确定里面独魔的实力 秦明也不敢贸然进去 看这里的布置 独魔应该不太多 既然如此 独魔的实力 一定不会太强 应该没有龙镜强者 秦明最后远远地看了独魔驻地一眼 朝着百磨城飞去 秦明哥哥 怎么还没有回来 豪华酒楼 一个最宽敞的房间内 米贝焦急地走来走去 见到米贝急躁的模样 连玉拿着他的手 把他按在椅子上米贝 你冷静点 秦明不会有事的 你让我怎么冷静地下来 米贝急得魂不守舍 秦明哥哥对抗的 可是焦急独魔 独魔实力本来就强 而且是焦急强者 最关键的是 秦明哥哥只是舍近 若秦明是焦近 米贝根本不会担心 他印象中的秦明 实力高强 但是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越级战斗 现在时间美过一点 秦明就危险一分 回来的可能性就小一点 连玉也不知道 怎么劝说米贝了 他同样也是焦急不已 是啊 秦明只是舍近武者而已 不管多强 必然不是焦近武者的对手 何况那焦近武者 还不是泛泛之辈 而是南缠的独魔 他只是接了对方一击 就兵器都被打掉 要不是有龙疾护身应符 他现在肯定已经死了 这样的实力 秦明如何能对付的了 说不定秦明飞行的速度 比对方快 现在已经逃了 只是飞得太远 回来需要花些时间 连玉说出这话安慰米贝 连自己都不信 越说越没有底气 秦明飞行速度很快 可怎么可能比得过焦急强者 时间过了如此久 十有八九秦明已经遇害了 只是他不敢承认而已 两女正担忧着 一个脚步声慢慢靠近房间 没多久就传来了敲门声 米贝 连玉 你们在吗 米贝就在门旁边 听到秦明的声音 连忙打开房门 一见到平安无事的秦明 直接扑了上去 秦明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见到米贝扑上来 秦明不知所措 摸了摸头 笑到虽然那毒魔实力不错 但和我比起来 还是差了点 这时 旁边房间的连园 和蓝蝶门的少女 听到旁边的动静 连忙走过来 看到秦明没事 连园大喜秦明 听到连园的声音 米贝反应过来 不好意思地放开秦明 累了吧 来先喝口热茶 连玉把众人请进去 亲自为秦明侦查 几人对秦明 怎么逃脱交进 舞者的追杀 都很吃惊 一进屋 连园就忍不住 问到秦明 你是怎么逃脱的 喝了口茶 秦明笑到我没有逃脱 最后还被他 堵在一个山洞了 只不过我技高一筹 杀了他 秦明说得轻描淡写 可听在众人的耳中 如同一道惊雷乍响 单舞双绝 第二零六八章 只能告辞 杀了对方 杀了交集强者 一位舌尽舞者 却是杀了一位 交进舞者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连园看向秦明的目光 就像是看一个怪物一般 嗨嗨 秦明被众人看得有些别扭 不自然地咳嗽了两声 米贝这时 却是带着哭泣的声音到秦明哥哥 你是不是变成怪物了 我听爷爷说 你变成怪物 体内圣血凶性会增加 若是变得次数多了 很有可能再也变不回来 秦明哥哥 我不要你变成怪物 听了米贝的话 众人反应过来 是啊 秦明是圣血舞者 以秦明的天赋 在舌尽时 能够变身 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若是变身的话 以秦明的实力 虽然还是很不可思议 但杀死交集毒魔 应该可以 秦明摇头到米贝 你不用担心 我没有变身 而是用天赋原计杀死他的 好了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找到了毒魔驻地 什么 你找到了毒魔驻地 连元听了 更是吃惊不已 要知道 毒魔是最善于隐藏的势力 除非他主动暴露 否则很难找出 他们驻地的踪影 若是这么好找到 千年之前的战斗 也不会打了那么久 最后损失惨重 才取得胜利 秦明笑道在山洞中 他以为我必死无疑 对我没有防范 不小心透露出 住地位置了 我 已经找到确切位置 现在只需要带人埋伏 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一网打尽 文言 连玉轻笑到没想到 秦明你会套他的话 根据书籍记载 无数毒魔被抓 可不管用多么残忍的刑罚 对方都不会开口 从他们口中得到情报 简直比登天还难 秦明摇了摇头 这也是运气 对方太自信了 能不自信吗 连玉理所当然 倒若是一个蛇籍舞者 被我困在山洞里 成了瓮中捉鞭 我也很自信 他估计到死 都没有想到 最终死的是他自己吧 这也只有你秦明能够做到 换了天龙世界任何一个舞者 都不可能做到 这时 旁边的少女也是反应过来 他对着秦明跪下 重重叩谢道 多谢恩人帮我报仇 您的大恩大德 莫齿难忘 以后做牛做马 听听 秦明连忙阻止 把他搀扶起来对付毒魔 是整个天龙世界舞者 都理所应该做的事 他不光是你的仇人 也是我们天龙世界舞者的仇人 我不是在为你报仇 而是在为我自己报仇 现在秦明没事 还杀了一位焦急毒魔 米贝非常高兴 他拉着少女的手 问到我们一起这么久了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开始几人见面时 少女宗门被全灭 自然没有说话的心情 之后 秦明生死攸关 米贝担心秦明的安慰 更是没有心思了解少女的名字 所以这么久了 少女叫什么 他们还是一无所知 单五双绝 第二零六九章 招募龙镜强者 我叫蓝欣 少女低着头 回答道 蓝欣 米贝轻轻地念到了两句 扁着嘴说道 你这个名字真好听 不像我 米贝 米贝 难听死了 众人大笑 秦明笑着说道米贝 你名字很好听 难道有谁嘲笑你名字不成 那倒没有 米贝摆摆头我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太普通了 他不像蓝欣的名字 一听就知道 回外袖中 哈哈 秦明摸了摸米贝的小脑袋 笑到你的名字才好听 一听就知道是无忧无虑 无忧无虑吗 米贝还有没有可能 无忧无虑 几乎不可能了 经历过这种磨难 他怎么可能无忧无虑 哪怕是最开朗的人 心中也会充满悲痛 不知道多少次 秦明知道 米贝半夜做噩梦下行 米贝恢复到以前 是根本不可能的 只能让时间慢慢地 让他淡忘一些 都是毒魔 你害得多少人家破人亡 秦明心中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把毒魔铲除干净 不管是天龙事件 还是其他事件 要想彻底铲除毒魔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杀上至高事件 只有把源头灭了 毒魔才不复存在 不然 哪怕这次把天龙事件的毒魔灭了 总有一天 毒魔又会死灰复燃 那都是很遥远的事 现在最要紧的是 灭了这个毒魔铸地 众人说说笑笑一会儿 连缘始终记得正事 他提议到 要不以我连家的名义 串联薄魔城各大顶尖势力 共同对付毒魔 连家 在千年之前 就与毒魔有着不同戴天之仇 一直到现在 他们都始终在与毒魔战斗 只是毒魔隐藏得很好 花费了大力气 也找不到毒魔铸地 只能偶尔杀几个实力低下的毒魔 还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这次秦明能找到毒魔铸地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但云州离这里极远 回去搬救兵过来 那肯定来不及 毒魔现在死了一位焦急毒魔 哪怕毒魔铸地内 不知道他死了 但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 也一定会探查 一旦探查 肯定隐瞒不住 到时候 他们换了铸地 这个辛辛苦苦得来的重要情报 可就完全浪费了 以我连家的名义 可能不太行 连羽摇摇头说到 现在我们对毒魔铸地内到底适合实力 根本不清楚 若我们集结的舞者太少 别说覆灭毒魔铸地 一网打尽 很有可能 我们会大半回 他对各大势力很了解 天下乌鸦一般黑 这些势力没有见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肯定不会尽全力 哪怕答应帮忙 也只是敷衍一下 可能随便派两个人来应付一下 这还是看在连家是顶尖势力的面子上 不用连家出面 秦明摇头道 还是我来吧 你来 连缘不解道 难道请出你身后的势力 他对秦明身后的势力很感兴趣 但秦明不说 他就算再好奇 也不可能问 对方故意隐藏自己 显然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 自己再去问 这不是遭人嫌弃吗 丹五双绝第2070章 一万科 不光是他好奇 想来整个天龙世界的各大势力 就没有一个不好奇的 从秦明身上 可是出了不少完美丹药 天龙世界各大势力 有一个算一个 都不可能拿出这么多完美丹药来 而且 就算能够拿出来 也不会像秦明这样败家 对 在他的眼里 这就是败家 当然 最有可能的是 秦明身后的势力 根本不把这点完美丹药放在眼里 这种可能性最大 这也是其他人 对秦明身后的势力 感到好奇 并想结交的原因 其实要他们帮忙很简单 用不着这么麻烦 秦明喝了口茶 淡淡地说道 什么办法 你被好奇到 他与独魔仇恨 不共戴天 对于灭了独魔驻地 比谁都关心 咋 用完美丹药狠狠砸就行了 秦明言简一该道 他发现 对付那些顶尖势力 一个办法最简单 就是用无数丹药 让对方为你效力 不管是什么势力 什么人 都注重的是利益 只要给对方足够的利益 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 现在不是要召集人数 对付独魔吗 不愿意来怎么办 用完美丹药杂 一颗不行两颗 两颗不行三颗 三颗不行十颗 总有一个数字 他们会愿意出手的 薄墨成这么多势力 他就不相信 集合不了一支 交集舞者的队伍 他不光要招募到 交集舞者 还要招募龙镜强者 以防万一 有龙镜强者 愿意被招募吗 只要完美丹药给的多 会有的 听到秦明简短的话 连狱和连缘 面面相去 这是他们第一次 见到有人 如此办事的 与他们见到的 其他人 完全不同 直接用完美丹药杂 这要花费多少丹药 他们不敢想象 两人震惊莫名 而米贝却是高兴地 跳起来 道秦明哥哥 这个办法好 那么大的王家 都能被完美丹药 声声砸灭了 就不信一个 小小的独魔驻地 能怎么地 秦明点点头 笑到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出发 连狱 你对柏莫城 应该比我熟悉些 有哪些势力 有交进强者 你给我一份名单 我一个个去拜访 对了 还需要一位 龙镜强者 保驾护航 你知不知道 伯莫城 哪个家族 有境界强者 文言 连缘抢过话头 保证到这些事情 交给我办就行 伯莫城 我连家很有几家店铺 对各大势力都很了解 我现在就去收集一份详细的情报给你 连狱也是笑着说到其他小势力 可能需要情报收集之后才知道 但百莫城两大顶尖势力 整个伯莫城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你可以先拜访这两大势力 只要说服这两个顶尖势力 你再说服其他小势力 会轻松很多 不管在哪里 实力差的 永远是跟着实力强的走 要想在伯莫城生存 自然要仰仗百莫城两大顶尖势力 只要勤兵说服 这两大顶尖势力出手 其他势力都会望风而动 《丹武双绝》第2071章 万里格 百莫城的两大顶尖势力 我也听说过 应该是陈家与万里格 文言 秦明点头道 陈家是以金银应符为生的家族 秦明最开始来伯莫城时 打算着 若是找不到合适的应符师 帮助他炼制寻魔应符 那他就找陈家 而万里格 是一个宗门 这个宗门的势力 遍布整个天龙世界 而总部就在百莫城 他以经商为主 主要贩卖应符 当然其他东西也会卖 只不过品种和质量 远远不能和应符相比 对 就是这两个势力 连玉点头道 好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去这两家拜访 秦明站起身来为了防止消息泄露 这一次去做的事 除了这两大顶尖势力之外 其他的小势力 均不透露消息 不管是哪个顶尖势力 真正嫡系的人 都是完全可靠的 全部都用寻魔应符检测过 而其他小势力就不一定了 很有可能有毒魔的探子 毕竟 小势力可不舍得 花费大量元石 去买一份寻魔应符 百莫城 陈家府邸门口 秦明向门前守卫 递上明帖 明帖上没写任何东西 只写着秦明 天极炼丹师 蛇镜舞者 特意拜访陈家家主 倒不是秦明不想写些其他 只是他 只有这些身份 他实力早已经达到了交集 可他 根本没有去认证过 拿到秦明的明帖 守卫有些漫不经心 秦明这份明帖 实在是太普通不过 要知道 来拜访陈家的人 每天没有一百 也有八十 个个都来头不小 虽然守卫不想去通报 可以为蛇镜舞者 外加天丹师 多多少少有些分量 等着 说出这两个字 守卫慢慢地向着 府邸内行去 当然 他不可能把明帖 递给家主 家主日理万机 哪里有时间 接待一个区区天极炼丹师 一位蛇镜舞者 若是这都要家主接待 家主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天天接待拜访舞者 磨磨蹭蹭凉酒 守卫来到一个凉亭 恭敬地对着一位老者 行礼道 长老 有一个蛇镜舞者 一位天丹师 在门外等着 这是他的明帖 说要拜访家主 一位天丹师 老者皱眉 若是蛇丹师 还有接待的必要 可一位天丹师 算了 还是接待吧 怎么说 对方也是蛇镜舞者 这点面子 还是要给的 只是不知道 对方有什么事 若是没事找事 那可就不怪他不客气了 把明帖拿来吧 老者漫不经心道 守卫把秦明的明帖递了过去 接过明帖 老者随意地扫了两眼 等等 明帖上的名字 好像有些熟悉 老者又把明帖摊开 仔细地看了又看 秦明 秦明 这名字 好像在哪里听过 对了 蓝城秦明 听说蓝城秦明 来到薄墨城了 老者又看了看明帖上的信息 再结合自己 得到关于秦明的情报 猛然站起 贵客 这是一位贵客 不折不扣的贵客 我现在的穿着怎么样 会不会失脸 老者神情凝重 凝重中带着喜悦 单五双绝 第2072章 围剿毒魔 啊 见到长老 前后反差如此之大 守卫瞬间反应过来 那位年轻人 是了不得的存在 坏了 他怠慢对方了 就算他隐瞒下来 最终这件事情 也会被发现 到时候 他可就白死不足惜了 成 长老 我不知道他是贵客 把他晾在了门外 守卫紧张到 现在一说 他才反应过来 他放的错误 很有点大 第一 招待贵客 应该是直接领进门 好茶招待 第二 他磨磨叽叽 耽搁了很久 让秦明在外面等了很久 大人物们 一般都很注重李简 把对方晾在外面两久 对方肯定以为 陈家对他不重视 一旦有这个想法 生气起来 他的守卫之职 肯定保不住 不 说不定连命都会丢了 什么 你把秦明亮在门外 还 还有什么 长老大惊失色 急声道 见到长老惊慌失措的模样 守卫顿时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跪倒在地 连忙到都是我的错 我走得有些慢 可能让对方在外面等了两久 该死 长老现在 恨不得一巴掌打死这个守卫 但也知道 就算打死他 也无事于补 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现在马上去通知家主 通知各大长老 就说秦明拜访家族 其他人问起秦明的身份 你就说蓝城 完美丹师秦明 什么 完美丹师秦明 那位站在门外的年轻人 就是完美丹师秦明 我的老天 守卫脸都白了 完美丹师秦明 多有名望 整个摆墨城的舞者 只要不是消息特别闭塞的人 都知道秦明的名讳 二 他怎么没想到 再一个 秦明可是让怎么王家烟消云散的 若是因为他的过错 让秦明以为 陈家在轻视自己 到时候 他已经不敢想后果了 一听说 还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守卫以生平最快的速度 通知家族内各大长老 通知家主 所有的长老 听到秦明来访 瞬间精神大震 很快 在他的通报下 整个陈家 所有的长老 以及家主 都连美来到家族门口 见到整个家族 有权有势的人都出动 所有的陈家人 都是惊讶万分 这难道是去迎接什么人 这阵仗可不小 哪怕是其他顶尖势力的家主来访 也没见过摆这么大阵仗 除了迎接 整个陈家 所有的厨师 都已经集结起来 下人们也是忙碌着 打扫着 一切按照最高的待遇 整个陈家 因为秦明的一张铭帖 开始全员出动 陈家门外 见到里面久久没有动静 静静站在门外的秦明 看了看陈家的牌匾 皱了皱眉头 倒不是他等得不耐烦了 而是独魔的驻地 随时都有可能换 越是早一点 覆灭独魔驻地的 可能就大一点 他如何不着急 这都快一个时辰了 难道对方根本不打算接待自己 若是不接待自己 出来个人递给话就行 他也不一定 非找陈家合作不可 就算陈家不愿意 多的是人愿意 飞到旁边的城池 召集人手也来得及 这也就算了 在他后面地上铭帖的人 都被迎接进去了 他还站在外面 单舞双绝 第2073章 龙静强者出手 就在秦明等的不耐烦 打算离开时 陈家家主和众长老 从府邸中走了出来 见到陈家有头有脸的人都出来 在外面等着进去的众多舞者 都是吃了一惊 摆这么大阵仗 这是要迎接谁 陈家可是摆墨城最顶尖的家族 从来只有其他家族 迎接陈家人才如此 什么时候轮到他们这么隆重了 难道是为了迎接我 一个中年舞者看了看周围 发现周围其他人 都没他身份高 不敢置信地想到 他也看到秦明了 可秦明如此年轻 他也不认识 明显不是摆墨城的人 怎么可能是迎接他 发现陈家人对着他走来 更是喜不自禁 难道我蛇尽的实力 如此受陈家重视吗 中年舞者欣喜不已 静止地朝着陈家家主走去 陈家主 派个人出来通知我一声就行 怎么这么客气 还亲自迎接 中年舞者对着陈家家主拱手道 这一刻 他赶到旁边所有人都对他行注目里 他从来没有就没有 这么威风过 心中暗自得意 听到中年人的话 陈家家主一愣 难道他就是秦明 不是说秦明很年轻的吗 难道是以讹传讹 虽然想不通 但陈家家主 还是非常客气地拱手到秦明 秦 秦少爷 秦 他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来之前 他还了解过情报 在兰城 一般家主都称呼为秦明为秦少爷 秦明身后 肯定有一个顶尖大势力在支撑 称呼为秦少爷 再合适不过 当时 他也没多想 可现在看秦明的年纪 称呼为秦少爷 是有些不妥 但又不知道该如何称呼 不过他作为陈家家主 脸皮比城墙还厚 只要能为家族带来好处 别说称呼少爷了 哪怕是称呼爷爷 都行 听到家主的话 守卫心中一慌 家主搞错了 连忙过去纠正 跟在陈家家主身后的长老们 也是不知道 哪个是秦明 听到家主这么称呼 他们 自然不可能干站着 簇拥在中年舞者身旁 左一句 秦少爷年纪轻轻 英雄盖世 又一句 能够亲自拜访陈家 这是给陈家面子 什么话好听 简什么话说 一个个长老 你一句 我一句 就差把秦明夸到天上去 这个时候 中年舞者也是 反应过来 对方出来 根本不是为了迎接自己 而是迎接叫秦明的人 连忙到我叫孝侯 并不是秦明 孝侯 众长老一愣 不是秦明 那么 哪个是秦明 正在这时 站在一旁的秦明咳嗽了两声 对着陈家家主拱手到陈家家主客气了 我自己进去就行 用不着这么宁 亲自迎接 众人朝着秦明看去 这才清楚 搞了个大乌龙 果然不亏 是做家主的人 听到秦明的话 瞬间反应过来 大笑到我刚刚出来时 就见这边站着年轻人 气宇不凡 当时还在想 这到底是哪家的公子 现在才明白 原来是秦明秦少爷当面 秦少爷 能亲自拜访陈家 这是对我陈家最大的认可 我怎么可能不亲自过来迎接呢 秦少爷 请 单五双绝 第2074章 跑一个 搞了个乌龙 陈家主能够脸一转就翻过去 可众多长老 还是觉得尴尬不已 再把刚刚夸奖的话说一遍 那是无论如何 也说不出口 还好 对于怎么迎接人 他们驾轻就熟 换了个夸奖的方式 又簇拥到秦明身旁 我刚刚就觉得这个年轻人 气宇轩昂 一表堂堂 一看就是人中龙凤 原来是秦少爷 秦少爷长得真是俊俏 不知道多少女子投欢送报 我要是女人 要是年轻几岁 长老们一阵猛夸 搜刮度长地找着夸奖的话 嗨嗨 秦明连连咳嗽 打断了他们的话 再说下去 他都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还我要是女人 年轻几岁 你哪怕年轻几十岁 是个女人 也没人要 在众人的簇拥下 在陈家家族的带领下 秦明走进了陈家府邸 见到一行人离开 站在那里的中年舞者 松了一口气 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刚刚那阵仗 真是吓了他一跳 原来不是迎接自己 还好他承认得及时 若是自己瞎承认 自己是秦明 还被迎接进去 估计陈家人会觉得 自己有意欺骗 为了陈家的脸面 肯定不会放过他 还好 他及时承认了 虽然有些失望 有些尴尬 但最少一点事都没有 刚刚那个年轻人 到底是谁 为什么陈家要如此大脸 在场的舞者们 见到陈家人走远 不由一轮轻轻轻轻 是啊 若是我能被这么迎接一次 死了我也愿意 刚当秦明可真是威风 有 年轻舞者羡慕道 秦明 你们知道是谁吗 是伯末成哪个家族的公子 他到底哪里值得 陈家如此忧胆 秦明 秦明 这个名字好熟悉 我似乎在哪里听过 我想起来了 蓝成秦明 被人称之为 完美丹师的秦明 啊 秦明 那个一夜分百亿元时 硬生生用完美丹药砸灭 蓝成王家的秦明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都收起了心中的嫉妒 眼中只有无穷的羡慕 有些人能嫉妒 但有些人 哪怕自己一辈子努力 也达不到对方的成就 他们就不会嫉妒了 也没有嫉妒的资格 只剩下深深的羡慕 在陈家人的带领下 秦明来到一间豪华的宴会厅 各种山珍海味 应有尽有 美貌的侍女随处可见 所有人都带着笑容 所有他看到的地方 都是干净整洁 一切是那么美好 他天龙世界之后 他还没有拜访过 其他顶尖家族 还没有被这么对待过 看着眼前的繁华 铺张浪费 秦明心中感叹不已 他也不是出出茅庐的小子了 自然知道 陈家这么做 不是因为他的人 而是因为他的身份 因为他能给对方 带来无穷财富和机遇 与其说 对方在迎接自己 还不如说在 迎接自己的完美丹药 短短几年 我就能在天龙世界 被一个个顶尖大家族 如此礼遇 秦明想起 刚刚来天龙世界时 哪怕是在小小的宗门内 也是胆战心惊 现在在顶尖家族内 其他人还是陪着笑 两相对比 真是奇妙 单舞双绝 第2075章 大气 秦明意志坚定 并不会被面前的美好繁华所打动 但在这种前后巨大反差下 心中多多少少有些触动 这种触动 让他心境提高了一些 酒桌上 众人谈笑很欢快 陈家家主见多识广 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秦明大多数在听 偶尔插两句 聊了一会 酒也喝得差不多了 众人都混熟 气氛也是 正合适 陈家家主问到不知这次秦少爷亲自拜访我陈家 所谓合适 若是有什么困难 尽管说 只要我陈家能办到 绝对不会推迟 开始谈正事了 秦明微微一笑 端起酒杯 敬了陈家家主一杯 还真有事情需要陈家主帮忙 就是不知道方不方便 但说无妨 陈家主直接了当道 秦明点头我在百墨城附近发现了一处独魔筑地 想要把他连根拔起 奈何人手不够 实力不足 独魔的事 是整个天龙世界所有舞者的事 陈家自然择无旁贷 我这次过来 就是想请陈家出手 文言 陈家家主深深地皱起眉头 杀独魔 这是好事 但让陈家出人 就不划算了 独魔的可怕 在一些古老的书籍中 就有清晰的记载 灭一个独魔筑地 陈家很有可能会损失惨重 到时候 不光实力降低 光死去舞者的抚恤费 都能让陈家财富大大缩水 这么做 他陈家又不能得到好处 还有可能 因为实力降低 在薄墨城的地位下降 不划算 沙头的买卖有人做 可赔钱的事 陈家绝对不干 当然 他不可能就这么直接拒绝秦明 再怎么说 人家也是一个大财主 陈家主 是有什么困难吗 见到陈家家主久久不说话 只是把眉头皱起 秦明试探地问道 唉 陈家主 深深地叹息了一口气不满你说 我们陈家虽然看起来很繁华 可实际上 摇了摇头 陈家家主眼中情着泪陷在我们陈家 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 交集舞者稀少 龙镜强者 又忽然身受重伤 还有一群小一辈的家族子弟 嗷嗷待哺 实在是不敢再让陈家 交进舞者冒险了 陈家家主话音一落 众多长老也是开始哭诉起来 有的人哭诉年轻时受了重伤 因此落下了病根 实力大将 每次和人动手 都是痛不欲生 还有人哭诉 家里孩子败家 为了维持家中的开销 做着一些不太体面的事 一时间 整个欢快的宴席 成了哭诉大会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陈家 惨到不能再惨 马上就要跌出顶尖家族行列了 看着众人的表演 秦明很想笑 但现在笑实在不合适 只能憋着 梁九 等众人说完 秦明才为难说道 既然陈家这么困难 看来我只能找其他势力了 找其他势力好啊 陈家家主赞同道 就比如万里格 他们可是富甲天下 强者如云 小小的毒魔 挥手之间 就能一网打尽 单舞双绝 第2076章 七份焦急毒魔心头屑 找哪个家族都行 只要不祸害陈家就好 陈家家主见到秦明放弃 高兴得恨不得跳起来 这样既不得罪他 又能体面地送走人 嗯 秦明点了点头好 既然这样 那我只能告辞了 多谢你们的款待 既然万里格的舞者多 并且应该没有受伤 应该能接受我的招募 说完 秦明站起身 打算离开 什么 招募 秦明刚刚说的是招募 用什么招募 难道是原石 还是完美丹药 见到秦明要走 陈家家主大吉 他这么隆重地迎接秦明 不就是希望从秦明身上 搞点完美丹药 或者原石吗 就这样把好处给万里格 让万里格发财 这怎么可能 秦少爷 我突然想起来了 我家里还珍藏着一批疗伤丹药 陈家家主把秦明拦住 一拍额头 懊悔到都怪我 你看酒喝多了 有些事情就想不起来 虽然丹药珍贵 但比起秦少爷的事情 自然是远远不及 我现在就命令手下 把疗伤丹药分发下去 只要服用了疗伤丹药 不管是交进长老 还是舍进强者 都能够瞬间痊愈 秦明为难道陈家主 这怎么行 这样破费我心中不安啊 要不我还是找万里格吧 别啊 陈家主见到秦 明还想走 当即到我刚刚想起来 万里格现在的强者 似乎去其他州做大事去了 现在他们没几个强者 你找他们帮忙 很有可能白跑一趟 再说 独魔的事 是整个天龙世界 所有人的事 我们陈家作为 百墨城唯一的顶尖家族 自然责无旁贷 陈家家主拍着胸脯 慷慨激昂到秦明 你放心把事情 交给我陈家 绝对帮你 办得妥妥当当 文言 秦明点点头 在众多长老的劝说下 又重新做到自己位置上 陈家家主亲自 为他珍满酒杯 声音轻柔地问到 不知道这次秦少爷 打算出什么东西 来支持这一次灭毒魔行动 秦少爷乃人中龙凤 对付毒魔这么大的事 自然是出手大方 旁边有长老帮腔道 秦明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我实力低微 震不住场面 唯一能拿得出手的 就是些许完美丹药了 秦少爷谦虚了 陈家家主一听说 秦明要拿出完美丹药来 洗得差点蹦起来 把事情放心 交给我陈家吧 我一定办得妥妥当当 有任何不妥的地方 我提头来捡 陈家主言重了 秦明笑到这一次 我打算拿出完美丹药 来买毒魔的人头 蛇镜实力之下的毒魔 一颗人头 与毒魔相同等级 完美丹药百颗 蛇镜我要毒魔心头血 架码也是一样 百颗完美丹药 当然 你也知道 为了怕走漏消息 这件事不可能让普通舞者参与 我只打算找几个大势力动手 最后胜利 我只认人头和心头血 丹武双绝第2077章 千年之前的规矩 对秦明来说 完美丹药无所谓 若是能得到一份 交进毒魔的心头血 再让他用幽火炼化 说不定能制作出一张龙镜 寻魔应符 完美丹药 哪里比得过龙镜寻魔应符 现在储存的寻魔应符越多 以后与毒魔真正的开始战斗 越是有利 很有可能 有些家族已经开始准备 这些重要的物质了 秦明相信 天龙世界的势力 并不是都自私自利 就像千年之前 有无数武者 为了杀毒魔 抛头颅洒热血 就像米富丰一样 为了杀死毒魔 直接把家族的财富全部拿出来 更是毅然同归于尽 那一次毒魔的损伤 肯定不小 陈家主 你觉得我这个价码合不合适? 秦明收回思绪 对着一旁的陈家说道 有人为了杀毒魔 倾家荡产 但更多的人 却是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就比如陈家 秦明也不指望所有人都有高尚的精神 他愿意付出代价 灭了毒魔 陈家再怎么自私自利 也是天龙世界的武者 天生就与毒魔势不两立 最后与毒魔的战斗 这群人还是有点作用的 秦明不介意给他们一些完美丹药 让他们的实力提升 在与毒魔的战斗中 起到更大的作用 听了秦明的话 陈家家主端起桌上的酒杯 喝了一口 这个价码合适吗? 当然合适 这完全是在白颂 开这个价格 肯定有很多武者 愿意去灭毒魔 毒魔最强的地方 是他的瘾 藏能力 现在最难 毒魔的驻地 已经被找到 凭借薄墨城的实力 灭一个小小的毒魔驻地 没有任何危险 白颂的完美丹药 谁不喜欢? 陈家家主只希望 毒魔实力能强点 让他们多杀一些 秦少爷 可不可以救我们陈家 参与灭毒魔? 我保证 绝对办得妥妥当当 陈家家主贪心不足地说道 文言 秦明摇头不行 我只是探查了毒魔驻地的位置 但不知道 里面到底有多少毒魔 你们陈家一个家族 我觉得不太保险 见到秦明坚决拒绝 陈家家主也知道 秦明是不可能把这好处 全部给陈家的 当然 他也知道 陈家一个家族 灭一个毒魔驻地 始终有点危险 但他并不打算 全部由陈家出手 打算召集一些 归附陈家之下的小家族 一起动手 到时候就算出现损伤 也是其他家族 陈家绝对不会有大的损伤 看来 秦明有自己的打算 陈家只能把想法放在心里了 当然 为了这次行动万无一失 我觉得 最好有一个强者在旁边掠阵 秦明又说到那强者 最好实力能达到龙境 我也知道龙境强者身份尊贵 所以这次 我打算拿出一千颗完美丹药 请龙境强者 龙境强者 若是在战斗中动手了 毒魔驻地中 若是也有龙境毒魔 我愿意再加一万完美丹药 毒魔驻地中 有龙境强者吗 十有八九没有 但秦明不敢掉以轻心 万一有一位龙境强者 这次灭魔行动 不但不能完成 还有可能损失惨重 丹武双绝 第2078章 玉明珠 秦少爷 这次行动 我们陈家全力配合 龙境大长老 也一定会到场 有白送的丹药 陈家家主欣喜地答应 这一次以为 能得到很多完美丹药 现在看来 只可能得到大量低品 完美丹药了 毒魔驻地 不可能有很多焦劲毒魔 杀不了大量焦劲毒魔 自然他们得不到大量焦劲完美丹药 对了 这时候 秦明忽然又说到我没有低品完美丹药 蛇镜之下的悬赏 就按照市场价 兑换成高品质完美丹药 毒魔驻地内 很有可能有很多地势天使实力的毒魔 他不可能炼之地级天级完美丹药 这多耽误时间 一颗蛇品完美丹药 能兑换最少100颗天级完美丹药 用蛇品完美丹药兑换悬赏 这些大势力还喜欢一些 为什么不用 听到秦明的话 陈家家主大笑道 好 这个兑换方案正合我意 我相信 这一次行动 一定能马到成功 把毒魔一网打尽 其他长老 也在旁边说着义正言辞的话 对这次行动 表现得自信满满 看他们积极的模样 秦明又加了一把火 这次行动之后 我手中若是还有完美丹药 可以卖给陈家 至于价格嘛 就按照市场价吧 这一次悬赏的价格 比悬赏王家的价格 低了很多 这是因为 沙王家人 要冒着得罪一个顶尖势力的风险 而毒魔不同 毒魔人人诸之 是整个大陆共同的敌人 没有任何风险 再加上他 已经找到了毒魔驻地的位置 可以说 这些悬赏丹药 像 当于白送的一般 要知道 一百颗焦尽完美丹药 可以雇佣一位焦尽强者 最少十年时间 而对付一次毒魔驻地 就只需要一天时间 灭了毒魔之后 毒魔驻地的财物 更是他们自己的 这么好的好事 陈家当然会答应 甚至想毒吞 至于卖给陈家完美丹药 是想着 让大陆各个势力实力强一些 将来对付毒魔 也能出更大力 不知道秦少爷 估计能卖多少完美丹药给陈家 听到秦明说 要按照市场价 卖完美丹药 陈家主心脏 频频直跳 来了 最大的好处来了 他之所以把秦明摆的位置这么高 极尽讨好 为的就是交易完美丹药 这可是 这可是 能把陈家的实力 提升一个层次 不管怎么讨好 也不为公 一万颗吧 秦明不确定得到 这要看毒魔多不多 若是多 可能我身上 也不会剩下多少完美丹药 但我相信 一万颗完美交品丹药 交易给你们 应该是没有丝毫问题 一万颗 听了秦明的话 众人脑中不由自主想着 一万颗完美丹药堆成的小山 一万颗完美交品丹药啊 秦明真是大气 果然不愧是完美丹师秦明 只有叫错的名字 没有叫错的外号 秦明的大方 对得起这个称呼 得到了承诺 众人十分欣喜 对待秦明 更是客气了几分 恨不得把他供起来 天天祭拜 秦明都有些受不了 陈家众人的热情了 《丹五双绝》第2079章 方家主来访 刚刚离开陈家 秦明出来 就被一群家主挡住了去路 这些家主 有一流家族 有二流家族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现在陪着笑脸 簇拥在秦明身旁 秦少爷 我是万里哥宗主 特意邀请秦少爷 去我宗门做客 一位气势不凡的中年人 带着两位长老打扮的老者 在前方对秦明说道 秦少爷 我是云南宗 我是江家 无数的实力 都想要邀请秦明做客 远处观看的普通舞者 见到这一幕 心中震撼莫名 若是有一天 不 哪怕仅仅只有一刻 像秦明这般威风 哪怕是死了也愿意 无数的女舞者 看着秦明英俊不凡 楚遍不惊的模样 眼中放着异样的光彩 整个百磨城都知道秦明来了百磨城 并且拜访了顶尖家族陈家 秦明如此低调的人 现在公然拜访陈家 明显是要做大事 那么这次大事 能不能分一条羹吗 嗨嗨 秦明倾咳了两声 嘈杂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 万宗主 我们去聚客楼聊吧 好 听到秦明邀请自己 万里格宗主大喜过望 其他势力失望不已 万里格是顶尖势力 秦明找对方合作 再正常不过了 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实力不够 在聚客楼中 秦明简单地吃了一点 就开门见山地聊正式 万里格宗主比陈家家主要爽快得多 再听说要对付毒魔 当场就拍胸脯 保证全力以赴 B2 给陈家的好处 秦明当然不会因为万里格宗主的大气 而少给 同样一分不差的许诺种种好处 不过 万里格没有龙境强者 也就没办法招募龙境强者了 如果有两位龙境强者压阵 对付毒魔 才是真正的万无一失 至于招募其他势力 秦明把任务交给了万里格和陈家 他们薄墨成土生土长的势力 对这里最了解不过 由他们牵线搭桥 再合适不过 秦明只需要付出完美丹药 等着收获心血就行 第二天清晨 有完美丹药的诱惑 众多势力组成的交进队伍 已经集合起来 由秦明带领 向毒魔驻地出发 天空中 大约50交进强者 浩浩荡荡地 向着毒魔驻地杀去 秦明飞在最前面带路和指挥 米贝跟在秦明身后 连远守护着连狱 保护蓝星 也是跟在秦明身后 如此大战 他们能够观看 不管是武道心境 还是战斗经验 都能够获益良多 秦明哥哥 那就是毒魔驻地吗 米贝指着远处 一个矮小村庄 疑惑地问道 这个村庄 和其他普通村庄 并没有两样 米贝甚至能看到 有小孩在田间奔跑 对 秦明点头 别被表象疑惑 这里所有人 都是毒魔 这个毒魔驻地 经过秦明观察 发现 是伪装成村庄 实际上大部分 有实力的毒魔 都隐藏在地底 以及村庄后面的小山里 这里不管是大人 还是小孩 都是不折不扣的毒魔 单五双绝 第二零八零章 神秘缘迹 若是以前 米贝可能会对小孩 心怀仁慈 觉得 就算小孩是毒魔 也不一定不能改变 可现在 他全家被毒魔所害 对毒魔心中 有着滔天的仇恨 更是知道 不管是妇女老弱 他们已经彻底 被毒魔洗脑 想要让他们清醒过来 是不可能的 有史以来 就从来没有一个毒魔 幡然悔悟 这些人 只有杀了 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留着只能害人 如此浩浩荡荡的五十多人 下方的毒魔早就发现不对 吹响了警报 杀 秦明杀气滔天 没有多说 简短的一个字 他身后的交近强者 纷纷抽出武器 冲下去 对着地下的毒魔 展开了屠杀 随着战斗开始 村庄沸沸扬扬 一个个毒魔 也知道自己暴露 从地底钻出来 有些加入抵抗 被屠杀 有些刚刚出来 想也不想 就往远处飞顿 但他们的速度 哪里比得过 交近武者 五十个交近强者 把整个村庄围了起来 不留下任何出口 是谁如此放肆 一声苍老的声音 从地底传来 声音中带着无边的愤怒 交近毒魔 听到声音 秦明不慌反而喜 这可是交近毒魔 杀了他 就有交近心头泄了 练化之后 不知道能制作成 何种等级的寻魔应符 哄 一位阴眼老者 破土而出 一把大刀 带着浩荡的杀器 向着空中连劈了两刀 两刀无形的刀器 飞向两位 正在屠杀的交近武者 小心 刀器中有毒 陈家主见到两位 被划伤的交近武者 脸色有意 大声地喝道 顿时 其他武者都收起了轻视 开始谨慎起来 五十位交近武者 对付一位同等实力的武者 照理来说 应该是摧枯拉朽 现在这位老者 一出来就伤了两人 这两人身中剧毒 明显是没有再占之力了 众人如何不收起轻视 若是再马虎大意下去 说不定今天会有人丢了性命 当然 有交近武者 从始至终 都是打着十二分精神 现在 他们已经纠缠住了老者 只需要慢慢磨 就能安全地把他磨死 以防老者困兽犹斗 五位交近强者 并不特别逼迫 为的是耗尽对方的元气 每一次攻击 都见好就收 毒魔老者只能疲于应付 有一点不小心 身上就会多一道伤口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会体力元气耗尽 任人宰割 好 见到交近毒魔被缠住 勤明大喜 这意味着 一位毒魔心头血已经到手 若是单打独斗 哪怕武者实力比毒魔强 也很难得到毒魔的心头血 因为对方拼起命来 很有可能同归于尽 再一个 若真的不敌 毒魔也会自暴而亡 绝不让对方得到自己的尸体 也因为这个原因 武者们很难得到毒魔心头血 勤明开出的架码 不是要毒魔的人头 要的是毒魔的心头血 他们自然而然的 怎么安全得到毒魔心头血 怎么杀 所以才有这一幕 五人为杀的局面 请不吝点赞